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孟五的特别开箱栏目 见到我身边的这位老朋友 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马上就会迎接这一对高比白Pocho的道理 高比白已经有十年的历史 其实在这十年里面经历过有几次的回归 待会也会将咪咪交给西饼和蒲田蓝 跟大家介绍我们前面的这一对到底有什么故事 我作为这个球鞋观察员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高比白是一对当年非常月级的球鞋 第一个大家知道其实由高比四代开始 高比的个人签名鞋转到低邦系列 转到低邦系列的高比八代 其实相信很多球迷都会有一个比较暗面神伤的部分 就是其实高比穿着高比八是断了筋肩的 所以其实高比八代是历史上第一对 拥有两次圣诞版本的个人签名鞋 马上见证过的就是它第一次的复刻 就是叫大师之路Pilu Pet 也是马上拥有每周的一个期待 连续了八周 所以其实研究上来说 它也是高比最快复刻的一对签名鞋 那这对就是当年的 Kobe 8的Pilu Pet 也都因为它的时间是相较短的 当年呢 反而是这么多对Pilu Pet 里面呢 其实是最少人关注到的 认真再看高比8的Pilu Pet 其实你看到它后端的这个电脑TPU 非常之美 那当然啦 也都有说到的就是 当年也是有一对精英版本ELITE 就是用了CALIFER的防弹材料 和将它的后端升级成为一个碳板 和中底一样 然后前后掌内陷了Zoom Air 加上当年的Lunar龙鞋电 那也是很多鞋迷很多 无论喜欢高比 不喜欢高比好的朋友 都觉得是实战的精英产品 我们等了十年 终于在今年 等到了这个Kobe 8的复刻 那我个人今天是带来一双 我自己穿过的这个 在科密心中 很多人这个颜色 最美的一双Kobe 8 渐变纸 这双鞋子呢 我自己是在球场上面 穿过了比较多次了 其实已经都开胶了 不妨碍的就是 它在我们科密心中 排名第一的一个颜色吧 然后呢 跟大家讲一下这双 这个是一个复活节的颜色 然后呢 最特别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鞋带 这个鞋带呢 当年在美国 是有独立去发售的这个鞋带 然后呢 交朋友在美国 特地买了一个鞋带回来 然后搭配了这个 这双复活节 然后这双鞋子 一直也没有穿 然后就收藏着 在这个应该是在美国吧 有发售过这个GS 装这个粉红色的 就很漂亮 相信你科密应该很喜欢 但当年在国内是买不到了 然后还有一个BB鞋 这次呢 国内也有发售这个BB鞋 然后以及这个青少年跟GS版本 我手上这个呢 是我自己在鲜鱼上面淘的一双 这个小孩子穿过的一个精英版本的 也是BB鞋吧 我是觉得非常可爱 这种比较小的可以挂在包上面 当一个小配件 我都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双高比8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这双呢 就是WATER的高比8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有WATER配色的波鞋 在十年前 是一件何其榮幸的事 左右脚不规则的颜色 亦都代表了它出了这么多 对不同的配色版本的波鞋的混合 包括你看到刚才说 最美的高比8代的紫色 以及见到复活节的绿色 其实都会运用到这双鞋 左右側不同的脚里面 那这个呢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双高比8 刚刚说的大师之路 是第一次的回归 然后呢 我手上拿着的这双鞋 就是第二次回归 那也是见证着高比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的一个套装 然后我手上的是 Fade to back的8代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都已经是严重开架的状态了 是的 严重开架的状态了 那就是波哈基2 没错了 那当年 选择这双高比8 第一是 刚刚西斌有说到的 见证着高比受伤 其实是一个 很励志的一个过程 因为大家知道 受伤再回到球场上 有几困难 朋友抽中了 然后原价可以转让 那我都第一时间 穿着这双鞋参加了一个 都挺重要的活动 可以给更多朋友 可以见到我 所以都是有一定的意义 在这儿 每一对的FTB 有个皮牌 然后那个皮牌 都是我一直会戴着在身边 放在车上边 车时那里 叫做 然后时刻提醒自己 就是高比的精神 当年就是因为科比根键受伤了 然后呢 我自己以为就是 他是不是要退役了 可能打不了球 然后呢 最早的时候 我都是在微博上面 分享这些球学的照片 然后呢 那次我就突发奇想 我说 是不是科比要退役了 我想用我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力量 然后呢 举行一个小型的鞋掌 对吧 然后呢 我那时候就联系了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球鞋店 鞋区55 然后跟郭老板也聊了一下 郭老板也很支持 所以呢 当在十年前 其实那时候国内真的没有人做过这些事情 嗯 然后当时在这个店 举行了一次 这个 我个人我觉得很开心 到现在我都忘记不了的一个科比鞋掌 我相信 在视频前 当年有参加过的一些朋友 嗯 你如果有机会再去翻开当年的一些照片 你就觉得 时间真的很快 对吧 这个鞋子又复刻了 十年 人生又多了个十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 是 可以握到的东西 嗯 其实分享过元年啦 分享过伏克啦 那再到 今次 这个Protro 那大家其实都知道 有四代五代六代的Protro 其实他回来的时候呢 都获得了 除了老孩迷之外呢 还包括有很多新的 叫做蓝球爱好者的热冲 为什么呢 因为 新回来的Protro 其实会更加适合 在球场上面奔跑的各位球员的 那现在呢 我将麦再次的比鲁西饼 和普天蓝 等他们跟大家去 深入地否析一下 今次这一对 可以 Kobe 8 Pro 复刻的这个问题上面他把这个鞋舌直接就加货了 然后这里面是有等于说增加了一个海绵填充物 然后没有这么硬的这种感觉了 脚后跟这一块科比logo的这个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是元年的穿过的 它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下线了吧 那说明说当年在这个地方里面的 它的支撑只用TPU的 对就靠这层塑料TPU 大家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用手去按摩 就是我们说后跟的一个保护 对对对已经加强了 那在跟腱方面我相信保护的应该会比当年应该更好一点 鞋面上的Swoosh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HELLO的这个配色 它是用刺绣的一个Swoosh 状态会更加有那种比较奢华而且传统的感觉 因为刺绣的这种Swoosh是那个质感会更强 而且是把之前TPU鞋带吸孔的部分也用作刺绣作为一个更替了 然后整个鞋子的一体都会更强一点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那个中底的部分会有很多像那种奢华品牌的那种同一个纹路 就是COBI的这个盾牌的纹路做一个几何图形分布在整个中底上 所以它的细节成分会更多鞋底这部分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比较的比较大的秘密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元年的这个位置上面是比较薄的而且比较窄的对不对 那在这次新的这个球鞋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比较宽的 而且厚度也是 通马术的状态下完全是宽了很多的 那在这个的话脚底足弓这一块 那在实战方面应该 它的支撑会更强一些 应该一定是有加强的 结底方面它其实在已经是有点翻转的一个概念吧 这边比较粗糙 增强了摩擦力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其实你看到没有是比较光滑的 而且外侧的这个像蛇的灵纹的这个排布 这个是大横 对 这个是打树的 是为了更好的一个摩擦力跟贴地 更迎合现在的篮球技术吧 中底的部分应该是最多人想去关注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当年2013年的时候是用 Lunner的一个整体的抽屉式的一个鞋垫 这边FTB的版本 FTB的版本其实也就看到已经是 对 它后跟是有加一个Smear的 然后这个是两个元年的 对这是两个元年的一个鞋垫 元年的复刻的 然后还有这次的 对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中底是它用了整个是VA 所以它的那个反弹的系数 包括它的缓震的极限会比当年的Lunner 龙会更高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VA的那个很经典的那个花纹 会更替了之前的这种点阵式的一个排布 所以它的中底的一个敏合度会更高 然后呢 还有一个超厉害的部分 一定要让苏翰去跟大家说 就是我在这个鞋垫上面我发现的外侧 它是一个补墙 一个硬质的 它还没有去到TPU 但类似于一种硬质橡胶的 又像纸 但是它又比纸的就是强度更强 但又不是塑料片 所以这个是 它的密度跟这个中底的鞋垫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在实战里面去真的感受一下这个到底有什么悬光 韩哥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包括元年的 包括复刻的 包括这一次的最新的PRO球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点 但是呢 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大箱子 一直就没有跟大家说这是什么东西 那现在我们稍稍清理一下我们的桌面 然后把麦克风再交给你去介绍一下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呢 有可能是我们国内唯一一套的 就至少我自己还没有见过谁在我们国内发过图之类的 那这一双呢 这个大套装是当年在洛杉矶的一个球鞋店 超限量发售 全世界24套的里面其中一套 这个刺客套装 那这个盒子的非常大也非常重 好重我感觉 这个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竖起来吧 哇 全球限量 24套 然后这个是第23套 我觉得这个23特别的有益 8月23科比生日 8月24科比自己的球鞋尺码 对 然后呢 大家如果有关注科比的这个IG的话 可以去翻看一下 他在里面发的第一张 就是这款套装 当然那个他是1的 24-1 我这个是24-3 然后那个呢 科比在这里有一个签名 大家可以去翻阅一下那个资料 那说明说科比对这双球鞋套装 应该也很喜欢吧 但是朋友从美国人肉带回来 大家等一下这里可以看一下 居然是用什么碳签 然后首先他是 这个要整个都拉开 非常大的一个套装 然后这里面呢 有魔术贴把那个鞋子固定 对 然后这个首先呢里面是 有一双袜子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上面袜子 这个就是当年元年那个 很多鞋舌上面的那个logo 然后都是用这个 一个科比的logo 加上一个舌的一个标志围绕着它 然后呢 来来来 然后一个就是有一件外套 同样花纹的跟整个 对 然后这后面是有一个 Acurial 这个就是一件套装的针织衫 星巴西嘛 就是为什么有星星在这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件衣服是篮球的元素 足球的座 没错了 因为科比当年已经 打了五次冠军 对 而且大家知道嘛 科比都是在这个 意大利生活的 那他对足球 对不对 包括他之前很多新闻嘛 跟巴萨啊 国际米兰啊 都有一些 互动的 对 所以这个的元素比较明显 展示一下这双球鞋 它最特别应该就是它的勾勾跟普通的特别八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双鞋子呢 是一双球员版 对 就是专门为了发售这整一套 然后去独特做了这个应该是24双这种鞋子吧 好漂亮啊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个鞋底的这个荧光绿 跟这个 跟这个盒子的这个 荧光绿是完全呼应的上的 而且西品里面发现 从某个角度来讲 你以为觉得好像这个 这里面有光的 对 但实际上它不是光 而是这个 它的这个做 亚克力版的光线在这个 对对对 它这个做法就 就很有意思了 对 对 它这个隐藏的这个细节真的 就就非常有意思 这个套装 就大家可能没觉得 就看过去感觉好像 那为什么是荧光绿的 但实际上你看它是跟盒子 跟鞋子 包括衣服 袜子 其实整体是配的 不硬的 对 然后呢 它这个底座呢 其实是可以拿出来的 哦 可以让大家再展示一下 它整体是这样 这里是绑了一双球鞋 嗯 这是那件外套 然后这两边是绑袜子的 哦 然后呢最关键是它所有的这个 上面都是用碳纤维的 我偷偷地补充一个小点啊 我偷偷地补充一个小点啊 虽然未必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你知道为什么会用这一种绑法吗 就是他们会带一个户的前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户板 没错 它要户板呢 户板他们都会用这种魔术贴去固定 而且去拉紧 等了十年 我们又把这双鞋子等回来了 那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我会穿着它去热爱篮球 把它在球场上就是更体现的更好一点 就是我会穿着它去打篮球 快乐星期三 对吧 然后甚至找一些队友 我们去做一些凌晨四点的活动 那这双球鞋它改进了这么多 那我们要在球场上去感受它 对吧 那在本月的十九号 对吧 我们会有一个小型的这个科比漫巴活动 那希望你会到现场来参加 到时候会见到你吗 必须的呀 那请 那我们 欢迎格扣我 哈哈哈哈 好我们现场见咯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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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